昨天中午11点半,国家喉舌在头条推出为一感叹号结尾的消息,大使馆严正交涉,语气相当严肃,老编不想出现关键词,鉴于东北人被称为该国人,本文以下涉及该国二字的都由东北指代。 点开一看,还不止大使馆,外交部都已经出面交涉,而且今天据澎湃新闻,文化部和旅游部以高度关注,要求相关注外机构立即了解情况,配合大使馆敦促东北游关部门,尽快查清事件真相,这事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高度了。 这篇报道的重心在于中国游客遭到东北公务人员粗暴对待,说白了就是被警察粗暴对待,显然与游客遭受常规的财务损失相比,这才是一场外加风波的一次。 报道主体内容是当事人曾先生的大方面陈述,我们来看看能够获得什么信息,下面来自郡文原文,9月2日,曾先生及其父母满怀期待的赴东北旅游。 一行三人当天凌晨抵达首都市区为一家旅店准备住宿,在预定的房间许当天白天才能入住,考虑到父母身体不好,东北夜里叫寒冷,曾先生请求旅店让他们付费在大厅椅子上休息一段时间。 然而,旅店不但粗暴的让他们立刻滚出去,还叫来警察,上途是老编在布林上搜到的该店定房页面截图,房间是下午两点才能入住的。 在一家三口的行程安排,抵达机场或者火车站时却是凌晨,考虑到父母身体不好,东北夜里叫寒冷,说明曾先生是很贴心的。 那么可以在该店定两天房,在机场或火车站附近先定一天的也可以,无非多一天房费,如果抵达时才想到这一点,也可以先与该店24小时前台联系询问再做决定。 但曾先生带着父母直接去了旅店,距离是平台和亲房该旅店,以偷牌方式射路,人家说的是中国游客晚上到店以后就要求马上入住。 罢气罢气,马上入住卫国,曾先生又请求旅店让他们付费,在大厅椅子上休息一段时间,不过人家没有答应,因为曾先生对媒体的讲述比较简略,似乎一提出,我们能不能付点费用,在椅子上休息一下,直接就过度到了旅店不但粗暴的让他们立刻滚出去。 还叫来警察,作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老板经营一家旅店是要赚钱的,请来的钱还指手人员这么暴力,老板还赚个呵欠。 店方具体为什么不答应现在不得而知,这中间应该有冲突升级的过程。 比如曾先生父母是否要求坦卧,或者已经坦卧,然后受到店方制止。 但是曾先生不说,我们也不知道,另据微博博主at,日本小志,瑞典媒体也采访了旅店房,说是三位客人在大堂待了几个小时后,才被要求离开。 然而被拒绝了,严格来说这里又要分两步,第一步是双方交涉,已经到了很不愉快的地步后,店方让他们立刻离开。 此时他们如果离开了,就没有后面的事了,显然他们拒绝离开,才有了第二步。 店方叫来警察,在美国,店方要求警察让谁离开的话,警察是一定要维护店方利益的。 至于店方如果为此损失收入和生育,那是店方的事,欧美一丘之和,估计是一个求养。 参见我就是法律,美国女警将好先人和流浪汉改出麦当劳。 接下来就是和警方的互动过程了,据曾先生讲述,他向警方说明父母身体情况并出示服用的药品,还表示自己可以离开,希望父母能够暂时休息。 没想到警方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拖出酒店,扔在地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 一是模糊并开始出处,当地警方旁观这一刑警,人未给予任何人的帮助。 显然警察来了也是叫曾先生一家人离开,因为店方叫你们离开。 而按曾先生的意思,我离开可以,我父母就得待在这儿。 曾先生的口语交流无碍,不仅说明了父母的身体状况,还把药拿出来作为物证,表明任何人都有照顾我父母的义务。 然而,只要店方不松口,警察就得叫你走,叫你走而你不走,警察就要拉你走。 没想到警方不但不予理睬,这是曾先生一方的角度。 我说了父母有病,要在这儿休息,你就应该理睬。 反而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只是警察一方的角度。 我说了你们不能待在这儿,你还本如泰山。 我锐地警察不是店小二,只有动手拉了,至于后面的托,等等动词。 可以想见警察去拉师曾先生的父亲绝对不是摄从起身,自行走出地外,而是取出了千金罪的功夫,所以警察才需要拖到地外去。 这里也可以看到东北警察和中国警察的不同,两名女警处置三名强占大堂不走的旅客,不是呼叫曾人,而是直接付诸行动的。 要说曾先生还是素质高,在女警察托父亲的时候,都没有像国内一些婆皮一样上去扇耳光,所要执法证,而只是在一边拍摄,一边怒视,这是杀人,这是杀人。 而在女警察托父亲的时候正好有人经过,曾先生立即发动群众的,都来看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一是模糊并开始出处,老人家,警察来拉您,的时候您还没发病呢? 那一是不模糊吧,作为一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怎么警察拉您了都还不起来呢? 您是觉得只要保持被暴力不合作,他们两个女人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吗?但人家不是女服务员,是外国女警察,最后应是以决绝的方式将您请出去,可外一时极其模糊了吧? 至于当地警方旁观这一情景,人未给予任何人到帮助,这是曾先生又觉得对方有义务照顾我父亲。 然而不管哪国,警察的职业特征,就是惯常与人斗智斗勇的,大概判断过了,这老人没啥事,不用照顾,父亲被移出电外后,曾先生和母亲以及情侣也都出来了。 然而没有离开,而是就地战斗,曾先生顾不得对道,在地上的父亲给予任何人到帮助。 用手机拍下了母亲坐在父亲身边啊啊啊几声哭喊以后,向苍天尝思一声,救命啊,然后慢慢瘫痪在父亲身旁的场景。 旁边的个子男士可能就是大满天风的值班经理,估计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点开广告及时打赏,谢了。 今天的微博上又出现了另一个角度拍摄到的,应是曾先生哭喊着倒地又做起的视频,老编做成了动图。 只可惜没有声音,有人评论老太太清帅,红丝金的手法,颇有二人转的功力。 东北当地媒体上还有一段曾先生用流利英语控诉警察的视频,老编翻译了一下,我们只想在这里待两小时或者五小时。 而这些人竟然这么做,看到了吗?谁能帮帮忙啊? 曾先生,你们是只想待两小时或者五小时,可是店方没有这个义务答应。 老编金金有个在火车站工作的铁路警察朋友在上说,逼我没地方去,没有强行,在车站过夜的中国旅客不要太多,而且还是夜间挂门的小站。 曾先生的呼救引来行人为官,众人纷纷指责警察行为恶劣,要求警方给予救援。 很快,两辆荷枪实弹的警察车辆抵达,警察没有世界确持枪驱散人群并试图抢曾先生手机。 最终将曾先生一家人强行带上警车,据曾先生讲述,在此期间,警察还殴打他的母亲和一时模糊的父亲,毕竟被欧带玩小国。 凌晨没有什么人,此时有两个人路过。 看样子,应该是问问两位女警察情况,在曾先生拍摄的视频里,双方对话声音都不大,这个距离都挺不清。 看起来也不像是指责警察行为恶劣,要求警方给予救援。 曾先生试图照会更多观众,都来看啊,这是杀人啊。 这就是,瑞典警察,高个子女警大概听不下去了,这公安部,必须习惯在镜头下执法,的要求于不顾,居然走过来要夺曾先生的手机,视频到这里就黑掉了。 很快,两辆核枪实弹的警察车辆抵达,警察没有世界确持枪驱散人群并试图抢曾先生手机,最终将曾先生一家人强行带上警车。 据曾先生讲述,在此期间,警察还欧打她的母亲和一时模糊的父亲。 两名女警察搞不定,又来了两车鹤枪实弹的警察,从警察没有施救质持枪驱散人群并试图抢曾先生手机这句话来看,曾先生又认为来曾圆的警察也是应该来照顾我们一家的。 然而来的是个雀,由于后面没有视频,非常可惜,不然好想看一看深耕半夜,而且比较寒冷的东北街头,也跟中国一样一有动静就呼拉拉冒出一群人围着警察观看。 甚至到了警察交持枪驱散的熟悉场面,将曾先生一家人强行带上警车,说明除了曾先生的父亲保持一时模糊状态以外。 当警察要求上车时,曾先生和母亲还是保持拒绝状态的,所以才会有强行的儿子。 至于在带上车的过程中,警察还殴打他的母亲和一时模糊的父亲,老边猜想是不是把衡量中国警察的标准带到了东北。 只要警察一用力,就可以算作警察大人了。 在车上,警察派问曾先生是否是难民,是否想使用暴力,并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 幸亏曾先生向媒体说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警察派问曾先生是否是难民,是否想使用暴力,显然警察根据他们不请自来,来了不走,还要求各种超活民待遇的行为。 觉得他们很像难民,并进一步表现出了对难民的憎恶之情,因为自从难民大规模入境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已经面目全非。 这个问题非一日之行,观察者往去年的一条报道可见一般,参见瑞典警察大涂口水,一个星期间好多强奸案,显板都是难民,但是这一点也能说明。 大使馆警告的中国公民安全事件更多,和警察盘案曾先生一家是否惯用暴力的难民,都是另有原因的,觉得这是专门辱华病无必要。 大概半小时后,警车急停在一个黑暗路口,多名武装警察把三人推下车就扬长而去,从照片可见,此时大概警察们都已经离开。 刚才一时模糊并抽搐,的父亲,也就没有必要再倒卧带的,而是坐起来了,要说这样的光线条件还叫黑暗路口。 当地的路灯管理部门怕是要喊冤吧。 曾先生用手机定位才发现,这里竟是斯德哥尔摩,是七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坟场。 据曾先生讲述,当时气温不得十摄十度,周围阴森恐怖,还能听到远处动物的嚎叫,一家人只能围坐在坟场互相取暖。 在这里瑟瑟发抖半小时后,幸亏得到途径路人的帮助,他们才得以返回城区。 经过一天网友们的深巴,现在已经说清楚了,此处离旅店七点八公里,没有几十公里,凌晨开车过去更不要半个小时。 所谓的坟场是中国人的概念,此地是一处教堂,花园里有墓地,埋葬着东北的国宝及明星格力太家宝,而欧美人的墓地是很漂亮的,周围还有居民区。 这样的深夜还有途径路人,说明此地与中国读者,想象中的乱粉岗不是一回事。 至于警察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因为警方没有因中方要求出面解释。 我们不知道,不过网上有在瑞生活华人的局里说,这是当地警方分阁有冲突双方的常见做法。 也有其他人说,此处教堂里有个收容处所,24小时开放,教堂附近也有很多其他旅馆的。 在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之后,曾先生立刻向中国驻东北大使馆通报此事,并向当地警方报案。 之后,遭此噩梦般经历,的曾先生一家不愿意再做更多停留。 当日便赶赴机场,离开东北,曾先生不知向当地警方报的什么案,向接道歉估计不会。 可能是报被警察人身伤害吧,患有心脑虚管疾病,一时模糊地抽搐,的父亲发病这么严重。 一晚上就没休息,不应该赶快去看病吗? 当天急又去坐飞机,老人家的心脑虚管受得了吗? 这可是一位年迈老人啊,向大使馆通报此事,多半是说被警察打了。 大使馆对此事什么态度呢? 接受黎世平采访的一位年轻男士是这样说的。 老编准理无下,这个殴打的行为,很遗憾没有视频能佐证。 但是确实当事人的父母身上是有运行的,这个是当事人提供了照片的。 所以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运行是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 如果说瑞芳有证据证明他没有虐待,也希望他能拿出来。 包括警察如果说要去住或者有什么要求,他应该明确告知。 但从当事人给我们反映的情况,警方从来没有类似的表态。 不过曾先生能够提供出来的,也只有父亲身上这一张日清照。 既然当时就联系了大使馆,要是有更严重的伤痕,肯定有时处不会只提供九处的。 大使馆这位先生的话,也是很有意思。 警察要你离开,你服从并离开就不需要强制。 既然已经是强制大理,还不能容忍身上留下余青,还要对方证明自己没有虐待。 包括还要对方证明到底有没有跟英语流利,但曾先生讲名为何驱逐。 一句带到校图地点后到底是要他们怎么样,反正曾先生要定对方没有讲。 这是吃准了瑞芳警察没有普及,挨打记录仪,活该。 曾先生表示,东北警方对年迈老人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想象。 他强烈要求瑞典方面做出解释,并盗窃赔偿,曾先生肯定不看本号,不然就不会乱说什么,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想象这种话了。 在本号去年12月发出的,美国警察不赚款,93岁老玉欠费不走,警察抬上警车送进监狱,离93岁的佛罗里达老玉,因为强占老年人看护中心不走。 警察直接将他抬上警车送进监狱,由于他也和曾先生的父亲一样,以身体重量追地阻碍。 警察为了托他起身,也同样造成了手臂欲轻。 可惜老太太既不是华人,又不是黑人,没有引发庞大的同胞群体陆发冲瓜。 而刚刚看到的今天澎湃新闻,警局接受当地媒体晚报采访,是讲述了吕丁和游客一家起冲突的原因。 这些都是曾先生没有向中国媒体提过一个字的,而且果然如老边前面猜想的, 他们躺在了沙发上,作为第一次去欧洲时曾在罗浮工作椅上吃樱桃,被一位美女人工制止的中国人。 老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上面是警方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说法。 对于中方的高级别,官方交涉是什么态度呢? 去环球网昨晚的报告,我方时管网页是这样的,当地警方的回应是这样的,真是敷衍了事,差评。 截至今天中午一点,就整理到这里,叫老边来看。 这场分店是由曾先生一家玉璃店对双方权利义务连接不同认识的纠纷发端。 经曾先生有艺术的陈述后,发展到了国家部门,对警察角色不同理解的冲突。 无论是老一代的父母,还是年轻一代的曾先生,无论是他们一家普通民主,还是外交部、文化部、旅游部的政府官员。 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警察是这个样子的。 当习惯于享受外国警察贴心服务的他们,忽然直面东北警察这种不通真情的执法机器时,震惊之下不由的当场倒地。 这个,叫做一次国家级的文化休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伤音 伤